好,我们今次的主题就是 被神喜欢,喜欢神,喜欢自己和喜欢人 这个信息可以很大改变我们的生命 首先我讲讲喜欢的特色 因为很多人想到神没有想到喜欢 其实圣经有这个观念 是神喜欢我们才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才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就讲到神很喜欢我们 也我们是以神为乐,即是喜欢神 是包含感情的 我想讲一件事就是 爱,普通人的爱有些是有强烈的感情 有些只是照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父母照顾子女 不过你问他是不是很喜欢子女 他未必是很喜欢的 或者跟丈夫关系、妻子关系 他是关怀他、帮助他 但他未必很喜欢他 爱有些是含有强烈的感情 有些强烈的感情 但有些主要是一种行动,即是关怀 这就是我们思想今天就说 爱的成分,我们爱神的时候 有些人的爱是没有什么深的感情 而神的爱是包含感情的 我们首先看一看 就是普通人戀爱的时候很有感情 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在戀爱的时候的经历是怎样 在戀爱的时候可能照思无想 就常常想见到对方 一见到又很开心很兴奋 有时有些是这样的 不过有时有些因为一方面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另一方虽然常想着它 慢慢就会失了那种欢喜 有些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很兴奋 我看电影都大家见过了 有些电影那些怎样狂烈戀爱 但是很狂烈戀爱也好 结婚之后,虽然它会帮对方 但是很多时候就会失去了感情上的钟意 就是它是帮她的 但是不再是那么开心 不再见到她就笑 不再是那么欢喜她 那么父母对子女都一样 父母生了子女,通常一出生是很喜欢的 很喜欢,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的后母,当她生了我妹妹的时候 那妹妹第一次在床上,头一能够举起 就是她初头躺在枕头上 她第一次头能够举起,动起向上的时候 她是开心得立刻抱着我爸爸 是很兴奋的,很兴奋的 这个就是父母见到子女的时候 婴限时很开心的 不过当我小孩大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听话 不听话慢慢一样照顾她 不过就不再见到她很开心 不再是那么喜欢她 这个都是很多人 在那个,即是和夫妻 或者和子女 和父母关系都很多时候 会这样的 那我们就想一下神是怎样的 神是到底 是对于我们的感觉是怎样的 这个三处经文 因为耶华喜爱 看你百姓 耶华喜爱,敬畏他 盼望他持爱的人 他在你中间边因你欢恩喜乐 默而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 由这三处经文 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 是包含有多少的感情 大家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 神的爱是包含到多少的感情 喜爱,如果她喜欢我们 她是有欢恩喜乐呢 她会欢呼,她密而爱我们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 欢呼,通常来说 代表感情有几强 人在什么情况之后会欢呼 有没有? 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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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没有有事 开心但没有欢呼的? 有 有,但欢呼的时候代表什么? 极度兴奋 极度兴奋 如果大家回答 你要拿个咪 因为不是心不住 原来神是我们极度兴奋 即是神对我们的爱 是包含了欢喜的 神对我们的爱 不过我想问大家 人对神的爱 是否一定包含欢喜呢? 即是有没有爱神呢? 她是回教会,遵从神 不过她的欢喜是不多的 或者没有的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可不可以想到一些情况 形容出来? 是 有些人可能是 照上教会本身好像有事奉 好像尤大 但他们是外其他人多过外言骚 所以他们是没有那种村里的对手 是 是 譬如回教堂 有些人都会这样的 由最低层次开始 有些是紧紧回教堂 有些边缘有些不得救 有人要祈祷信主祈祷 但他跟神的关系未开始 有些开始也好 他会觉得看圣经是悶的 祈祷是悶的 不能够期那么久 对于神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即是说我信耶稣 但他未必有感情 有些人开始听话会看圣经 但看圣经的时候 很多人想着我要看圣经 我要明白圣经 所以我要看圣经 未必想到我很欢喜神的生态 即是说去到欢喜神 有些人侍奉神都不是很欢喜神 为何会有些人侍奉神 都不是很欢喜神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些原因 可能那些人当作是例行公事 这样去做 如果不努力做又好像比神 没那么欢喜 是的 一种责任感 还有有一种压力 OK 好 对神有错误的观念 是的 什么错误的观念呢 觉得神是很恶的 即是恶无辞怀 是的 即是说他觉得神要求很高 所以他其实对神的感觉 并不是一种欢喜的感觉 首先我说什么叫欢喜 欢喜呢 你看狗就知道什么叫欢喜了 狗怎么欢喜呢 有些什么表示 摆味 摆味 它什么情况会摆味 会摆味很开心 好了我想问人 人不会摆味 人看到有兴奋开心会有什么表现呢 我说到见到一个人 那个的确是一个强烈的感情来的 当他见到一个人很开心的时候 会有些什么表现呢 拥抱 拥抱 其中一个拥抱 还有呢 有些什么表现呢 笑 笑 石石 石 即是当一个人开心的时候 他会有不同的表现出来的 其实也有另一方法想 喜欢 就是我们可以想你喜欢吃的东西 比如你喜欢吃雪糕 吃饭有些人未必那么兴奋 吃雪糕会会开心一点 或者做一些很特别的蛋糕 有雪糕 可能会兴奋开心 一见到那时 哇 他眼睛会怎样 立刻会明亮 立刻他人很开心的 这个就是一个开心 还有没有感情 虽然他会做那样东西应该做的 但他未必是有感情的 那我们就分辨到 原来什么叫有感情和没有感情 好了 所以说当我们知道神那么喜欢我们 我们就学喜欢神 喜欢神这种容易呢 为什么有些人来说那么难呢 如果一个人喜欢神 然后学喜欢自己又喜欢别人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来的 就是说 首先知道神喜欢我们 接着我们喜欢神 接着呢 喜欢自己 喜欢别人 那我们先看看喜欢神 喜欢神这种东西 你觉得呢 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难 喜欢神呢 因为看不到神 这个其中一个 看不到神 还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对神的认识不够 对神的认识不够 那也有很多人呢 他看到圣经的说话 觉得太遥远了 未必相信了 但如果我们看到神那么好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我们喜欢呢 我们就会那个反应是很不同的 其实呢 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 除了这些我们有的经文呢 另外一个经文呢 罗话书5章5节 圣灵将神的爱 敲灌在我们心里面 都是呢 告诉我们神那种对我们的爱 还有呢 圣灵会有喜乐 圣灵的果子是人爱喜乐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呢 真的会有些人经历爱 和经历喜乐 就告诉我们 神对我们那种感情呢 传递给我们 这种很自然地的 很流露出来的 刚才那个弟兄我和他祈祷呢 他是经历过喜乐 祈祷就立即就喜乐 就是神的同在是会带来喜乐 就证明神的本质是怎样的 神的本质是怎样的 是开心的 他不是没有反应的 我们看人呢 小朋友和大人有一个很大分别是什么呢 在喜乐方面 小朋友和大人有什么分别呢 小朋友的情绪反应会很快 即时表露出来 大人就比较不受 因为这个社会 不太接受达人的反应 那么强烈 比如看到一个很喜欢的蛋糕 小朋友当然是 哇 立即跑过去的 大人觉得 哇 即跑过去好像很丑怪 好像我没有吃过 好像很饿 不可以这样的 慢慢来啦 其实很喜欢的 慢慢来啦 即是 含蓄一些 即是有些东西很兴奋 未必会表达出来 但是神呢 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喜乐和爱 让我们知道神的本质是怎样的呢 他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很开心的啊 主耶稣 每次见到他都笑眉眉的 是呀 这个因为你呢 就见到异象 他很轻松的 每次见到他都很轻松的 是呀 他见到异象 所以你就见到耶稣很轻松的 笑眉眉的 你的品质是有慈爱的 你真的很慈爱 还有有怜悯 真是可以看书 你的想法 感受 好注重 虽然他不说话呢 有时他表达出来 那种看你那种 完全可以表达出来 会认你这样 你怎样表达 即神怎样表达 对你 譬如说我有一次 我自己不开心 坐在那儿 我自己想那个问题 这些神呢 主耶稣一直呢 我坐在那儿 你是很低着 你见到异象是吧 是呀 你意思是他在你的隔壁位是吧 是呀 很注重 那种眼神和表达 那个手啊 全身呢 都是那种表达 很多种表达出来 他不说话 但是你看到那个 充满了 就是充满了 盼望 就是充满了 原来他知道 他真的可以顾到 会顾念我 你这种经历 你这种经历 试过几次呀 这样见 试过几次 试过几次呀 试过几次呀 这个很特别呀 你应该有空 就录一些音给我们 或者摄录呢 通常我见到主耶稣 真的很多次 他都不说话 但是呢 他那个表达 譬如说 有时候我睡得不好呢 他都是 我只是坐在那 我见到他坐在那 我很想睡 但是呢 他那个大腿呢 好像呢 他不出声啊 但是呢 你那个大腿好像呢 你好想 躺在他的腿上面 我一躺呢 躺在那腿上面 我立刻睡到够了 我以前呢 腰挂症 那时候呢 我躺得不好呢 我整天都这样 但是呢 我都是见到主耶稣这样 我都是一躺呢 当到他 我知道他腿在那 我的头啊 天下到呢 我觉得很舒服 我就回分了 感谢主啊 我很特别的经历 在这里呢 看到什么呢 看到 我想你讲一下 看到耶稣的本质是什么呢 看到耶稣的属性和本质 充满慈爱 关为 就是连说体会 还有很包括你的 一切那个问题 更超越你所想象的 就是我每次经历主耶稣呢 就是这样 是 非常好啊 就是说呢 你的经历 是看到神的爱 看到神怎么看着你 怎么陪伴你呢 那我们中间有些人 当然说 哎呀 你又好啦 你又有啊 不过我又没有啊 但是没有呢 其实我们亲近神 都是越来越多经历的 越来越 每一个都可以的 我们在这个聚会 已经有不同的人 越来越经历到 圣灵的爱 圣灵的同在的 我和阿山见到的耶稣 都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都是不说话 但是呢 完全他在的时候呢 他整个人就是自自然 充满爱 连述接纳 就让我们感受到 他是很轻松的 没问题的 很舒服的 总之见到他就是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还有开心的 是吧 开心的 因为我们这次呢 很着重的就是说到 开心的 欢喜的 好了 那原来我们的神呢 就是一个 那么 喜欢我们的神 而圣经就说到 他因我们欢恩喜乐 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 喜乐而欢呼 开心到呢 会欢呼的 所以呢 我们对于神呢 就可以能够 哇 原来神这么欢喜我们 而圣经呢 也都是说到呢 我们欢喜神的 诗篇十八天第一节 而是说我的力量 我爱你 圣经其实有不同的经文 都说到爱神的 比如这个经文 诗篇六三天第一节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尋求你 在干旱皮佛无水之地 我渴赏你 我的心切募你 切募你 我很想好像一只鹿 跑去你那里 去切募神 那圣经也都 我们看到耶稣呢 和彼得问人 彼得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 是不是比这些更深呢 就是原来 神很体重我们 喜悦他 圣经说什么呢 以神 以耶和为乐 神就将我们 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他就会 叫我们 成价地的高处 那这里看到呢 神对我们有感情 我们对神的爱 是不是都充满感情呢 我又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当一个父母对子女 经常都说 你要做读书 你要做工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你不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的时候 和另一个父母 父母看到子女是很开心的 时时都很欢喜 他很欣赏他 我想问一下 你那个子女的动力 在这两个情况 有几大分别 或者你自己 这里有几个人 你的父母曾经这样对你 不过呢 父母真是表达 通常中国人比较 不是那么强烈的 就是说你的父母 表达对你的欢喜 对你的影响 有几大 有没有人能够说 或者他的不欢喜 对你有几大影响 可能他都想你好 他都叫你做什么做什么 但他不欢喜你 对你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人想分享 简单分享一下 不用详细的分享 我想到我妈妈 她是看我开心的 又有一个画面 我想到我里面是舒服 我知道我妈妈是满足恶爱的 她都是关怀 关心我的 她不是一个子女都是这么爱的 她有没有令你觉得她欢喜你 她是喜欢我 如果不喜欢她不会 有时你不开心的时候 她特意恨你 找东西来 恨你开心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她会哄你 她见到我不开心的时候 她就恨我笑 或者找其他东西来 让我笑 那时你有多大令到你笑 那时我很小 六七岁我大概 我记得不是六千岁 大概是这样的 OK 当父母那么喜欢我们的时候 对我们的影响力会怎样呢 通常会更加强的 但是如果父母是想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或者指责是多的时候 子女反而动力不大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父母都是对子女 有时强势的要求 变成子女又反抗了 同样跟神都一样 我们想到神原来这么喜欢我们 我们一做任何事 小小的事 去尊重神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能上次 神就欢喜了 当我们去 亲近祂 祂又亲近我们 祂又叫我们结果子 我们爱祂 祂就为我们预备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恋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就是神很有反应 神是很有反应 祂是时时回应我们 祂见到我们一亲近祂 就要即时回应 这个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我自己每日起床 我都会这样告诉自己 现在神很欢喜 我又多谢耶稣 耶稣又很欢喜 我是会有这个互动的关系 我一欢喜神 我只要神欢喜 我又会感觉到能力 我一说欢喜神 我现在整身感觉到能力 我里面都喜乐涌流 有些人可能说 耶稣你又有了我没有 但其实你慢慢都有的 慢慢你会越来越多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 神这种自然的反应 就是祂那么喜乐 这种的反应 就是说 我们爱神带上感情 和有些人爱神没有感情 是很不同的 和我们深信神爱我们是有感情 神爱我们不是没有感情 很大分别 这个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完全改变 怎样完全改变呢 第一亲近神不再是烦恼 不再是困难 就是说 当时耶稣 立刻觉得欢喜 得力 所以我现在 亲近神和我以前是不同的 我以前觉得亲近神 是要用点努力 和在一些指定的时间 坐下来看圣经 亲近神 但是我慢慢学到 就是我随时随地 我即时就已经是亲近神 即时就经历到神的帮助 所以那个动力是很强的 很强的亲近神 并且我喜欢亲近神 欢喜亲近神 享受亲近神 从神得力 随时得力 所以我也都想到 在大灾难的时候 将来有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经历圣灵充满的人 是可以很大能力 并且可以有能力帮助人 这个第一对我动神关系 第二就比我动力是很强 变我有这个动力 去更加亲近神 给神使用 我知道我做任何事 神都欢喜的 也都叫我更加欢喜自己 因为神是喜悦我们的 神都喜欢我 为什么我不喜欢自己呢 当我们喜悦自己 是很不同的 我发觉很多有情绪的人 都是不太喜欢自己的 很多人就觉得 我都是没什么用的 我都是好像很颓废 没有人喜欢我的 但是当我们知道 我是很宝贵的 我是神所宝贵的 神体重的 比如这个经文 诗篇16篇3节 轮到世上的圣文 他们又美又善事 我最喜悦的 就是世上的圣文 大卫很喜欢 因为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喜欢的 大卫很喜欢 这个就是表达神的心意 同样我们都喜欢的 我们知道神喜欢 所以我们也都自己喜欢的 等下我再练过经文 我们也都说了 这个也都说了 喜爱祂的百姓 还有喜爱敬畏祂 盼望祂持爱的人 这个很明显告诉大家 哪些人更加得神的喜爱 就是爱神的人 爱神 盼望祂 持爱的人 亲近祂的人 遵从祂的人 神是会很喜爱的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时时活在神的喜悦之中 就是我们日日都活在神的喜悦之中 我们的生命就很不同 本来我这个讯息还有一半 但我今天只是说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给大家多些时间讨论 应用 为什么应用呢 神那么喜欢我们 他不只是说 因为很多人认为他爱是什么呢 我给钱你 我给你食物 我照顾你 很多人认为父母就是这样 他就爱我了 很多父母都会说 我很爱祂的 祂需要什么 我全部都帮祂的 但他子女会说 我都不觉得他不爱我 因为为什么 那个爸爸妈妈不太喜欢他 他不觉得被疼 他就觉得被照顾 原来只是照顾 未必觉得被爱 当我父母喜欢子女 子女就觉得被爱 大家想想 那个喜欢都是爱的一部分 如果爱里面是没有喜欢的成分 子女可能觉得 他是想我好 不过我不觉得他是令我欢喜 我不觉得被爱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原来是神的爱是包含 是喜欢的 即是说我一做什么是对的 他就喜欢的了 我遵从神他又喜欢 所以我一遵从神 我可以鼓励自己 神现在很喜欢我 这个就会令到我们 天天都活得开心 这里有几个人 你是天天都活得开心的 即是你一起床 神很喜欢我 神很欣赏我的 我一亲人他就喜欢的 有几个人会觉得开心的 不是那么多个 我希望大家 一会在小组的时候 我就应用这种东西 怎样帮一个人 我们今天做什么呢 是帮助灵命那部分 帮助灵命那部分 就是有个人 他永远不会因为神而开心的 那我们怎样去帮他 用这些经文去帮他 怎样是神喜欢你 你可以开心的 你可以快乐的 首先我们帮了自己 就是神那么喜欢我 所以我做任何事 神都会欢喜的 这就会改变我们的属灵生命 亦都时时得灵 时时得着帮助 在这一阵 我们一起祈祷 可能大家都是觉得 哎呀 神都不是很喜欢我的 我都没合格 我都没达到规计 在这一阵 我们试试来到神面前就说 神啊 原来我只要我渴望 盼望你的恩典 神已经喜欢了 盼望他慈爱的人 神就喜欢了 我尊敬他 神就喜欢了 我一爱他 他就兴奋到不得了 他就为我预备 人心未曾想到他恩典了 我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节 都不能给得上节了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求神将这种信心放在我们心中 我们知道神很喜业 我们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神你好喜悦 我们亲近你 你是欢喜的 你是开心的 你是喜乐而欢呼的 你会因为我们而欢呼的 当我们亲近你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接受到 领受到这种兴奋 能够活在神的兴奋里面 时时兴兴奋地去亲近你 你都很兴奋地深述你爱我们 我们就活在喜乐之中 满有恩典 满有慈爱 满有力量 跟从神是越来越兴奋 是天天都开心 好似个小朋友 跑去他 疏他父母的怀中 好开心的 天天都在笑的 哈哈哈哈 好开心地笑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活在这种喜乐之中 能够 时时享受你 时时讨你的喜悦 也都能够将这种喜悦 传递给人 要更多人经历到神的爱和喜乐 多谢主 感谢主祈祷 奉主耶稣圣名 阿们 哈利路亚 大家请坐下 我们先看看他的讨论问题 结立灵命 这个你可以说 神有那么多怜悯 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 这些恩典会否鼓励你去欢喜神呢 神是否欢喜我们呢 我们能够欢喜神呢 其实可以主要用西法眼书三章十七节 就是神如何欢领我们 你觉不觉得神欢领我们呢 而神是喜爱他的百姓 喜爱敬畏他的人的 还有盼望他慈爱的人 你能不能够 我们帮助一个人 很简单 在这个小组里面 可能有人都不觉得神喜欢他 你现在的责任 你就是辅导他 帮他 让他看到神那么爱你 因为神那么兴奋 所以你都会回应神的兴奋 你就会忠意自己了 忠意我一亲近神 我只要神就忠意我了 那这个就是你今天尝试去做的一件事 你怎么啊 我 벌써想三章的 opted不来 我的 çıktı 很多小组里面 等着你 没关系 站好了 打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